四川省宜濱市一位男人近日開私家車走經山邊時 巨大的落石從山上滾下來 路邊的樹木亦倒塌 嚇到他立即退車 短短20秒內再遇到兩次落石 只要遲一秒恐怕會將他壓成肉漲 驚險的車cam 畫面在網上風傳 這位車主事後說 這條路走過很多次 從來沒有遇到這麼黑人的情況 推測可能因為下雨導致土石鬆動 他擔心會發生泥石流 當時一刻都不敢停留 立即加速離開 同樣死女逃生的 還有貴州遵義士一位男人 早前雷雨天氣不斷 這個流星男人竟然在短短五分鐘內 被雷劈兩次 他透露第一次被雷劈時 失去知覺暈低 騷醒了不夠幾秒 又有一道光向他打出過來 遇到第二次被雷劈 當時閃電將電線燒壞了 在旁邊的太太和小孩子 目擊全程被嚇到不知所措 之後他醒過來自己報警求助 再被送到醫院治療 事主的腰部 臀部和臀部多處受到電燒傷 由於電燒傷容易對人體的皮膚組織 造成嚴重損傷 事主需要住院近一個月接受治療 他無奈地說平時都算落於在人 慢慢沒想到會被雷劈 被雷劈兩次中生存 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 當地醫生說 如果在戶外遇到這種雷雨天氣 要避開露燈高大的樹木 獨立建築 以避免被雷劈中 再次做一會兒 再次做一會兒